最近战狼2要小规模重映的消息成了网友热议话题 对于这部电影最有话语权的恐怕就要处他的生身之父吴京了 可当看到自己的孩子要再度上线新票房 吴京这位当爹的显然是一脸猛的状态 吴京昨天深夜发文 听说战狼2被复应了 我怎么变成吃瓜的呢 发文的同时 他还配上了一张儿子无所谓吃瓜的照片 十分有趣 有网友质疑了吴京自己导演的电影 将要被重映都不知道 这里难不成有啥猫腻 其实这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 因为纯处院线行为 又不参与票房分账 所以导演不会参与其中 对于重映不了解也是情有可原 不过吴京搞的这个乌龙 却让大伙看见了娱乐圈的影 你以为他们是八卦娱乐中心的弄潮儿 其实有的时候 他们也是瓜有一个 而且这个瓜可能比你吃的都要完 最近被自己的新闻 吓到的恐怕不止吴京同学一位 刚刚被自己的经纪公司炒鱿鱼 韩国明星炒鱼和金小忠恐怕也是当事人 便吃瓜群众的代表人物 近日韩国知名娱乐公司Q官方发文宣布和炒鱼 金小忠正式解约Q还表示公司在同一人合作时 会把信任放在首位 而如今公司和两位艺人之间的信任已当然无存 不可恢复 所以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解约 其实明星和公司解约这种事常年都有 只是由公司提出要解约还是头一次听说 这次解约事件中更离奇的是 两位明星居然是被解约 事前他们毫不知情 被解约后也还是通过电视新闻 才得知自己被解约 这也可以说是歧视一桩了 不过对于解约的具体原因 一次是二人野蛮公司相恋超过两年 并且前一阵子还无预警向外界公开恋情 这桩桩渐渐的事都会让公司觉得信任不在 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毕竟公司此前还否认过二人恋情 所以这不是在打公司的脸吗 不过因为隐瞒恋爱就被解约这种事大概 也只能发生在公司世间的韩国 毕竟在国内这种一人主导的娱乐圈环境下 这次是写中的芦苏 就放了把这个刀再加一段钟